口罩戴了 温水喝了 怎么还是得流感了 原来是疫苗忘记打了 流感重症的病例只有三位 是有接种 也就是说 还有这个死亡的病例 也都没有接种疫苗 像是最新两名流感并发重症死亡的个案 分别是北部60岁女性 和南部47岁女性 都没有打流感疫苗 而流感也进入了高峰期 上个礼拜有超过11万人 因为类流感就医 还新增了79例重症 再创入冬以来新高 而中国武汉肺炎疫情 7号为止已经有59人确诊 虽然排除SARS的可能 但是病毒是什么 到现在中国官方都还没办法确认 到目前为止 这个疾病的病源还不清楚 但是估计是可能有所谓的这个动物的感染源 已经针对武汉当地列入旅游建议的警示第一级注意 如果要前往当地避免接触禽畜类动物 也不要去市场或生吃肉品 降低感染风险